这次讲座 我是基嘉老师 然后主要呢是负责波士顿市场的相关工作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主要是分析波士顿的四所私立高中的一个课程 设置特色和他们之间的对比 然后主要这次介绍呢是Philips Andover Milton还有BBN和Common Wales这四所学校 那么如果想获取更多的学区信息的家长呢 也可以扫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波士顿的爬腾交流群和小八群 那么这次讲座呢 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分别是基本信息 学术成绩对比 课程设置对比和特色 以及它的升学表现 最后呢就是我们Q&A的时间 好 那么首先呢 因为讲座主要是针对高中来讲的嘛 所以后面的课程设置也是以高中为主来分析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所私校的基本信息 这里呢我找到了密指上对这几所学校的一个州排名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Andover它是排名第一的 并且大家也知道它是全美技术私立高中排名第一的 然后是Common Wales排名第三 然后是Milton排名第七 最后BBN排名第十一 那么年级呢它们设置也是不同的 像Andover跟Common Wales只有高中部 而Milton呢是针对K到12的 而BBN呢是PK到12 但是它的亚裔占比其实分化还是蛮大的 像Common Wales它的亚裔就有33%是占比最大的 其次呢是Andover占26% 然后是BBN百分之十七 最后是Milton百分之十一 它们学费也是不一样的 像Andover跟Milton呢是分为走读跟激素的 而BBN跟Common Wales呢是只有走读的 高中部的人数也是不太一样的 最多呢是Andover有1149人 其次是Milton有700多人 然后是BBN有500多 最后是Common Wales只有150人 就可以说是非常的小班话教学 那么它的G12人数有多少呢 当然就是Common Wales因为它年纪人数就很少嘛 所以12年纪人数也是最少 去年22年是只有31人 然后今年呢就只有42人 所以是比较少的 而最多的是Andover有348人 然后其次是Milton有192 最后是BBN有133 那么除了学校的基本信息呢 其实各个学校的这个学术成绩 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学术成绩对比 这次呢我主要是用SAT的成绩来对比这四所学校 那么有些家长就会问 像我们第一次讲座的时候 不光用了SAT我们还用了AP的成绩考试 那么这次为什么没有用呢 是因为我们这次讲的是私校嘛 其实有几所私校它是没有AP设程课制的 课程的设置 但是呢它有自己的课程安排 并且难度跟内容其实跟AP课是一样的 甚至它已经超过了正常的AP课程设置 所以呢它并没有要求学生必须去参加这个AP考试 所以这里就不做统计 但是后面我会具体分析他们的课程设置特色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ndover的 其实在二二年开始他们学校的profile里面 成绩就已经不公开了 所以很难找到数据 但是一九年的profile可以显示它的均分呢是一千四百六 而且逆时上给出它的均分也是大概是一千四百七左右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细看它的爬腾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是Melton Melton呢因为疫情原因 所以二一年到二二年的学校数据呢 profile也没有再公开 但是二零年它的SE的均分是一千四百二 一九年是一千四百亿 然后再来看BBN 可以看到像一九年到二二年 它的整体的成绩都是在增长的 并且这几年已经稳定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就是均分一千四左右 而且一九年的数学跟verbal 大家可以看到是六八六跟663 但是二二年过了三年之后 它的数学跟verbal分别都提高了二十到三十分 所以可以看到就算是在疫情的情况下 BBN对小朋友的学习抓的还是很紧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commonwells的成绩 虽然大家可以看到像commonwells从19年开始 它的均分就已经是一千五以上了 但是我们需要参考一下它的十二年级的人数是很少的 它每届就只有五十人左右嘛 而且它的压抑占比也是最高的 20年呢是因为疫情所以它没有统计 但是整体来看19年到22年 它的水平都是一直在低增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一般的学校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均分的数学均分会比verbal要高 但是在commonwells里面 它的verbal均分是比数学要高出十到二十分的 等一下我们也会去分析它的课程特色 所以整体来看呢嗯可以看到像Andover Milton跟BPN的话 它是属于均分比较稳定的 而且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commonwells 因为家长可以进一下 好像没有进 嗯好谢谢 然后commonwells呢虽然均分是最高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它的 学生的基数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的压抑占比是非常高的 那么呃我们虽然知道 这些学校的成绩对比结果 但是像我刚刚所说就是我们要弄清楚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成绩 比如说commonwells的verbal成绩 比数学均分要高出十到二十分 呃BPN呢数学呢三年又提高了二十分左右 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在课程设置里面 给大家分析清楚 呃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几个学校的特色 SoAndover呢它的课程是非常丰富 并且它主打的就是英才视角 而Milton呢是steam课程很强 并且它非常强调的是它的生化课 BPN呢是CS项目比较厉害 最后是commonwells就是文科抢校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ndover Andover呢这里呢 我会总结它们三个最突出的课程特色 PBL的一个教育模式 还有个是课程设置难度很高 并且专业导向性很强 以及它的下校的项目非常出彩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PBL的一个教育模式 这里我给出了几个数字啊 首先300是什么 其实呃PA他们学校里面的课程数量是最多的 有300个课程 其中包括了八门呃 八国的语言跟150门的这个选修课 而且它要求小朋友动手操作能力非常强 在这个课程设置里面 像PBL的教育模式是占绝大多数的 我们可以看到像右边这个图 呃它PBL分别在统计课 以及它的CS课里面都有提到 而且像CS课它是结合了数学课 一起延伸学习它的Steam专业课程 那么第二列 我又写了一个二缸三VS8是什么呢 呃之前分享呃公立学校的时候 我有提到像一般的 一般的公立高中呢 它最多是有两到三节的APCS课的 但是Andover它有八节课 我们在右边图其实它有呃介绍里面 像它有说像有网页发展课呀 数据架构啊算法课 还有机器学习以及数据可视化课程等等 而这些课其实都是大学CS专业里面会学到的 但是Andover就已经提前提供这个机会 让小朋友去接触 所以这个PDL的教育模式呢 会让小朋友接触更多的现实案例 像第一个PB的这个统计课里面 它有介绍它会让小朋友去像去 我的Mission的办公室 对我听讲座的进不去 它那个Link 我们Link有在群里面分享 然后Link有点进去 然后直接就可以进到Zoom里面了 好 然后像这个课程里面 它有说 是帮助小朋友可以用 去Admission的办公室 或者是下校办公室 大学咨询办公室等地方 收集组织和分析数据 所以还要学生呢 用数字来讲故事 描述一下学生在RealWork环境下 你数字背后真正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在自己的文书里面 展现出来我们对CS专业 或者是Steam专业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 哪些实际操作方面的了解 在PBL的这个教育模式呢 Andover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跨科目学习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ndover它有一个堂学院 这个是Andover成立的 一个校中校 也是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今年的春季 像堂学院它就为十年级 创办了一个叫Workshop 10的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呢 它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可以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去实现跨专业学习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选修 文学复兴时期的艺术 选学诗歌 还有公开演讲 逻辑学等课程 像幼途也是他们学院组织的学生 去跟佛学的教授进行一个Workshop 然后在之前Andover已经毕业的学生 也说过 其实他们从九年级开始就要写论文了 而且每天晚上要学习四个小时 所以如果没有非常好的写作能力的话 其实很难从Andover毕业的 所以Andover对于学生 接触不同的学科 并帮助他们去建立一个文章论点 然后再对事物进行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论证 从而最后以一个书面的形式来自由表达自己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像Andover 很多从Andover毕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 他还能依旧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那么第二个课程特色呢 就是他的课程难度在递增 非常难 而且具有非常的这个专业导向性 这边的图呢我也有介绍 因为他课程很多嘛 所以他的课程也是按照一些代码 由简到难来分类的 像100到200就是9到10年级学生学习的 300到400呢就是11到12年级 那么500到600是什么呢 500到600的难度 基本上就是大学水平大一大二的难度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继续分析 他的课有专业指导性 我会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他的数学项目 其实除了基本的高中数学知识的学习呢 他还额外增加了其他课程的选择 像图中我也有介绍他有一个三角学 然后参数以及坐标曲线 并且呢他还配呃 配有了一个实际运用的数学学修课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金融知识研讨会 而这里呢像AP课程我也列了3到4VS8 一般的公立高中他的AP课呢数学课是有3到4节课的 但是Andover他又延伸到8节课 我在这边给大家列举出来了 比如说像这里的线性代数2抽象代数信息理论 其实都是你之后大学选修数学 或者是其他理科性的会学到的一些知识 所以对于我们小朋友如果以后想要去学纯数学 工程化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的话 Andover的这个数学项目课程设置 是非常具有这个难度延展性的 其次呢就是他的自然课程项目 相比较别的高中都有的生物化学课来说 Andover呢是有自己特有的交叉学 交叉科学学课 比如我第一次的功效讲座中 我是有提到各个高中其实都很重视那门课 叫环境科学 Andover呢这里呢又把这一节课 直接分细化分成两节 一个是全球气候变化跟食物 还有农业跟未来 除此之外呢还有神经生物学习 跟记忆睡眠等课程 这些课其实都是在基础的生物化学课之外 延伸到大学专业的内容 所以如果有学生对生化啊药学 或者是医学专业感兴趣的话 他也提供了非常超前的一个平台 去了解一下 第三个课程特色就是他的下校 非常的出彩 还是一样 他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课程也是英才试教的 首先是低年级 七到八年级 就是没有进入Andover 或者是高中学习的孩子 像Andover他的重点 就是找到小朋友的兴趣 所以他的课程里面 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他有制图学 海洋生物学 犯罪剖析和考古学 但是对于高年级 九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呢 课程设置又不一样 他会更专业 就开始系统的学习小朋友的专业课程 比如说他有视觉与表演 视觉与表演呢 像我们知道AP考试里面 有一门考试叫做Studio 3D Design 就是视觉的3D设计 这门课就是对应那个考试的 还有CS 历史与社会科学 哲学和宗教等等 所以整个Andover的下校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以学术为主导的存在 那么看完Andover的课程设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Milton的 Milton的数学进度呢 其实跟一般的功效是类似的 但是课程设置上 内容呢会比较细致一点 相比较 Lexington High和拉丁的数学课程来说 我之前有在公众号分析过 他们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 如果感兴趣的家长 就可以去看一下 像Milton学生呢 就会有更多额外的数学课 比如说有些数学课 已经涉及到大一点难度了 像这里的高级公式 然后应用经济学 还有抽象代数和离散数学 都是大学才会学到的 然后Engineering方面呢 Milton也会喜欢 用数学课跟他的工程课程一起学习 比如说课程就会涉及到应用数学跟AI 或者是应用工程和设计等等 所以他们的Steam的竞赛成绩 也是比较突出的 像去年的Vax的机器人 这个竞赛高年级跟中年级都进入了四强 那么其次呢就是我标题提到的Milton 他还非常重视他的生化课程 会从神经学到他的精英学都会分层的详细的学习 并且他的选修 他的选修课呢 还有分子遗传学 一二有机化学 药物化学等等 而这里大家其实知道像有机化学的话 其实是上大学你的化学专业 或者是生物专业才开始学到的 所以等于Milton是对生化药学等专业 有兴趣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去直接很细致的学习他的对应科目 并且在其他的理科也有很多的选择 像这个观测天气学 还有宇宙学 还联系了他们的物理一起学习 那么看完Milton呢 我们来看一下 BBN课程的设置有什么特点 首先呢 他们的数学课程进度跟内容 其实跟Milton是不太一样的 像他的进度上分为了两个Path 一个是Thicker Path 一个是Dash Path Thicker Path呢 就是一般的进度 但是Dash Path呢 就是选这个Path的学生呢 是可以灵活超前去学习的 比如Owner的学生可以在暑假 直接提前学习他的微积分跟AP课 那么内容上有什么不同呢 相比较前面说的Milton重视生化方面嘛 他的BBN呢 BBN是强调数学与CS跨学科交叉学习 比如说像在数学选修课里面 就已经有数据可视化和游戏理论 等这种涉及CS课程的项目 给小朋友去选择 那为什么我说像BBN的CS项目比较厉害 首先他的CS课呢 跟Milton不太一样 他侧重于网络安全跟软件开发设计 像在BBN的话 10年级就已经可以开始选择学习Java 算法数据架构等等 到11 12年级在这里我也有列出 你可以选择多语言学习 比如说学习Python爬虫 然后游戏设计 网络安全跟iOS的这个 APP设计等等课程 所以不管是从数学课程 还是CS课程来看 BBN都随时联系他的 多种 多种的电脑语言来学习 可以看出他还是很关注Steam课程的 那么我们说了就是说这么多对理科很看重的学校 我们来看一下文科小校 Common Wales Common Wales呢 我也会分为三点来介绍他的课程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他们的人文课 他们的人文课呢 是以文学课加本土历史 就是我们Boston的文化结合来学习的 那么他们9到12年级 文学课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他的English项目里面 就是重点特色是什么 他会从9年级开始 要求学生要学会倾听感受文章 然后如何保持注意力去阅读文章 到最后联系不同的文学作品 来进行比较和联系学习 其次呢 他也非常鼓励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方法 比如说他会用文学历史社会科学课 结合来授课 我们看右边的图 这是他们学校给的一个课程安排的一个sample 像9年级呢 他就会学文学 古代历史 还有波士顿的历史 让学生进行同时跨学科学习 这是希望小朋友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 可以联系自己生活的环境 比如说大家知道 我们Boston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顶应的城市 让小朋友去感受这个历史气息 然后结合文字 来感受这个历史的魅力 而不仅仅是单单学习怎么去写文章 并且他们还提供了很多实战演练的机会 学校呢 会给我们小朋友提供不同的写作机会 而且不限于文学方式 我们孩子可以用比如说回忆录 或者是新闻报道 科学写作和有关气候变化的 应论文方式来写作 而且在每年的春季呢 老师跟学生会一起制作一本 类似于New Yorker的一个班级杂志 然后全校分发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展现他的文学能力的时候 如果有作品登上的话 也是可以放进自己的档案里面的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素材 第二点呢 就是他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 在文学课 在文学课方面呢 学校呢 有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个Dr. Dale 像Dr. Dale呢 他在哈佛大学是学习文学跟美国文学的 还有英文专业 并且已经任教Common Wales长达17年 所以他的教学经验呢 是非常丰富的 在加入Common Wales之前呢 他还担任过自由撰稿人 报纸跟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作家 历史方面呢 有哈佛大学Dr. Buddy 在加入Common Wales之前呢 像Dr. Buddy呢 在英国剑桥大学 也获得了社会跟政治学科的 两个学士学位 在外交部他还工作过四年 并且在哈佛大学 最后还获得了历史博士学位 并且在哈佛还担任过博士后研究员 同时呢 他也是模拟联合国俱乐部的教师顾问 这个剧部大家都知道非常出名 参加过MIT啊 或者是康克德学院和其他地区的各种会议 所以这个对我们小朋友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资源 你可以通过跟这些牛校毕业的老师交流 其实也是提前向你的校友老师 了解更多的藤校大学生活 而且老师还可以帮助我们小朋友 做一些专业方面的选择 那么第三个课程特点呢 就是他的Project跟Capstone 首先是他的Project 像Project呢 针对呢 是9到11年级 哦 sorry 那么Common Wales呢 他每年1月呢 有个活动 叫做Project Week 然后这个活动呢 他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 去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就无论是从动画师制作短片 还是波士顿儿童医院进行动物疾病 的研究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完善自己的档案 然后学校呢 还通过跟21个组织 联合创办这个项目周 来让小朋友有更多线下实践的机会 像这些组织呢 就有波士顿儿童医院啊 复达投资 还有哈佛 史密松尼 松尼天体 物理学中心 等等这些优秀机构 那么这个项目 它的设计意义是什么呢 它的设计意义就是让我们的孩子 自我探索 所以在做这个项目之前 一般都是在春假前 我们小朋友要先跟老师 订好你的project题目 然后利用整整春假 大概一周多的时间 自己先做研究跟调研 然后学校是鼓励 小朋友自己列好这个research question 然后假期结束后 再跟老师进行更深层次的connection 所以就比较好 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一个 拥有自我特色的一个project 那么说完9到11年级 12年级的孩子 也是有自己的一个capstone要做的 首先呢 学生呢每周是要跟导师见面的 而且定期要跟自己的小组人员会面 而且你还需要跟导师跟系里面 提交你的进展报告 所有的这个capstone的小组成员 都需要撰写一份实质性的论文 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 而且你要向整个学校展示 你们这一年的努力跟发现的结果 这个项目呢是从14年开始的 然后每年呢会有两到三个名额 capstone program的这个申请截止呢 一般是junior春季的选课期间 然后被录取的候选员呢 就会在当年的暑假开始研究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capstone 它非常有含金量很高 是因为我有去看过 他们做过项目的学生啊 其实大多数升学走向都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都进了top15的大学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senior capstone 它是对学生的升学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么我们看完课程设置 各个学校的特色以及它的学术对比 我们想得到的结果就是需要参考一下 他们学生的最后的升学走向 那么这里呢我除了滕校 还加入了BUBC跟NEU 因为我们在马省嘛 所以我也想加入这几个学校 这个学校在这几所呢在波士顿呢 是比较有意义来参考的 因为像BC它是一个文理学员 而NEU呢大家知道它 我记得它今年的申请人数就高达了10万 然后它学校的co-op的实习项目是非常好 特别是针对CS或者是Steam项目 学校有非常好的就业导向 所以我也放在这里作为参考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ndover的这个录取数据 它的爬层率二年是接近20% 并且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哈马普斯耶 这五所扭校 Top10的学校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像Koneer它也有12名学生录取 可以说是爬层表现非常出彩 然后BUBC跟NEU呢 也是每所学校有3到4名学生录取 Melton呢22年的爬层率呢 是达到了13.5% 和Andover的情况不太一样 就是虽然它的哈佛有9位学生录取 MIT有4位 但是Melton属于其他学校录取人数都比较均衡 然后BUBC跟NEU录取的人数 也是每所学校3到4名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Top30到50的情况是怎么样 接下来呢就是BBN的 BBN虽然没有前两所牛校录取人数那么高 但是呢它的总爬层率还是不错的 有15% 比如说像UPIN它就有5位被录取 也是不错的 12年级的人数呢只有133 并且其实每个学校录取的人数也比较均衡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Common Wales的录取状况 它的22年呢12年级呢只有31人 而且可以看到一下像帕腾人数只有3名 分别是在哈佛 Brown和UPIN 帕腾呢是接近9.7% 但是呢它是有一位学生被录到牛津大学的 因为他们学校人文课的老师有2到3位 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所以跟牛津大学也是有一定的合作的 并且呢因为是文科强项嘛 所以升学成绩其实更偏向于文理学员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路径Top20文理学员 其实有12人左右等于接近了它总人数的50%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帕腾率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前30跟前50的占比有怎么样 这里就可以看到 其实BBN虽然没有那么多Big 5的学生录取啊 但是它的Top30跟50占比是最多的 分别是Top30是44% Top50是接近60% 而且呢可以看到像Melton也是集中在 50%的占比的 整体来说呢整个私校接近 呃录取率呢都是接近40%到50 被Top50所录取的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好奇 就是说那功效的Top30跟50又是什么样的 其实上次讲座我也有 拿去看给我来 妈妈在开会呢 你去跟爸爸去跟爸爸玩吧 这样可以评一下你的 对啊好的谢谢 啊好 那么我们看 我们看一下公私校的前30跟50对比是什么 呃可以看到我列了之前讲的像Lexner High 还有拉丁和南校的数据在这里 然后呃其实总的来说呢私校的前30跟前50的学校录取成绩是比较亮眼的 相比较公校来说呢基本上公校的前50是占比15%到17左右 但值得一提的就是拉丁 他的前50占比还是可以的 有37.2%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公校的12年级人口基数是很大的 特别像Lexner High 他一个年级就500个多人以上 所以平摊下来名额就相比来说比较少 所以公私校对比呢 其实不能单单看他们的成绩对比 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会影响的 那么我们总结来看呢 就是其实这些学校都非常好 但是爬同率最高的呢是Andover有接近20% SAT均分最高的是Common Wales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就是知道它是非常小班化的教学 所以人数很少 而且压抑占比是最高的 文科强项呢也是Common Wales 但是Milton呢会重视生化课程 BBN呢也比较重视他们的CS项目课程 并且呢虽然BBN的Big Five的纽校录取没那么多 但是他们有59%的毕业生 最后都进入了前50的学校 好的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波士顿这四所私立高中的讲座 然后更多的学校升学信息呢 还有我们之前的公立讲座 公校的讲座回放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和公众号 因为里面其实都会每天更新一些群精华 还有学区的成绩数据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Q&A的时间 大家可以在Chatbox里面 打出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可以来解答一下 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关于私校或者是小红书账号 在这儿 马克老师在波囤 我们都会分享 对分享小学初中的学术数据对比都会有 需要申请不需要考 但是需要你准备 我们小朋友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成绩啊 或者是他做过 什么项目的文书是需要准备的 但是不需要考试 是本校的还是是本校的老师 对我有去看他们的具体课程 是本校老师去上的 哪些私校取消了AP考试 嗯我来看一下 呀 p a 啊 p a 安读负 他是没有设置AP课的 他并没有取消 他只是没有那么像功效 要求大家必须去考 但是其实呃 有些学校的学生 他们自己会自助去考试 对他并没有去取消 他只是没有专专门去要求学生 必须去注册之类的 接上一下跟b a 的对比 嗯b a 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的那个推瓦令 就是波囤推瓦 他我有具体分析他的课程设置 因为这次讲座就是是这周的嘛 然后是上周准备b a 所以时间有限就没有加进来 但是后续我做更多的私校呃 分析的时候会一起结合来对比的 这次私校都是那些谈效的fader 呃像andover的话呃 可以看到他属于就是这前面big five的 哈佛或者耶鲁 m it都是他的一个fader school 但是如果呃你看像commonwells的话 他更关注的其实是后面的文理学院 他们学生是接近50%的学生 最后都考入了各种各样的college 呃像wesley啊或者是b u呃 或者b c这种比较大的文理学院 还有像williams这些学院 p下校哪进吗 嗯下校其实要看呃你想要孩子 哪方面的提升像pa的话 他的下校其实是比较学术型的 如果你想让孩子是学术型呃提升的话 可以去报一下 但是如果是运动的话 就可以选择别的类型的下校 像bbn他就有呃pk到12 都有不一样的运动型的下校 所以每个要看小孩的情况 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可以私聊一下 因为我们下校其实也有整理的 嗯好的 milton的稍等 在这 milton呢他是呃都比较均匀的 各个学校录取率 一些私校学术强一些 其实私校的学术都不差的 私校的学术其实呃 不管是steam还是文科的话呃都不是很差 因为他的像说了师生笔什么的都是比较集中的嘛 所以每个小孩的资源配置的话也会相对来说比功效要多一点 学术强的话你可能需要去他的官网或者是你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嗯我放一下 公众号里面其实都会对这些呃私校和功效都有进行分析 像之前我也有写一些包括像 雷克斯能嗨或者是拉丁这些功效的学术分析我也有分享 如何 9人级考试学生的profile如何 那要看学生的具体状况 他的呃 SSAT成绩 以及他的其他的项目有做过那些 以及小孩他本身的性格是什么 具体学生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叫我私信我们俩可以私聊一下 不用写不用写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呃之前有些家长其实他的孩子是处于呃小学跟初中 然后在国内的并且也很纠结来这边哪个区呃去选择呃都可以看小说的一些呃大概一个月前分享的各个区他们的小学数学啊或者是他们学校哪些不同的下校项目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去看一下 其实都有介绍的 如果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呃参与和支持 还有问题的话我再等 我在等两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回答一下 嗯 之前讲座我等会儿这个讲座的回放出来之后我会把之前的那个功效一起放到群里面去你可以加私信然后我拉你进群 然后进群的话我会再发一遍之前的功效还有这次的私校的讲座分享对链接跟那个code密码都会发进去 录取率 录取率每个学校是不太一样的 嗯 这几个学校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加一下我私信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们得去 稀稀找一下他学校录取率而且还得跟各个家长去聊一下每个学校的情况是什么 我把 微信 OK 嗯 每个学校是不太一样的像bbn的话 嗯小孩的年级不同他给的名额也不同 比如说今年啊不是今年比如说像他每年呃每年到青年级的时候会有open house open house的话他就会多 20个名额给孩子那么这个机会这个概率就会比较大 所以每个学校的政策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私聊一下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没有学校类证比较多 类证的名额其实都没有公开但是我们群里是有讨论过 呃 群里讨论的时候其实有说 Andover的类证会比较多一点 对呃因为他 寄宿嘛 有效而且像很多国内的大佬也有把小孩送到这个学校来学习 所以Andover在群里面讨论的时候有提到过Legend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就结束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就是先叫微信然后回头我们可以继续私聊 好的 好那么今天讲座就结束了嗯谢谢好 那么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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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